- 歡迎收看健康2.0 我是姜文俊 我是韋汝 韋汝 你最近氣色看起來不錯 什麼好事 當然有啊 賺大錢 應該的 對 我覺得氣色好這件事情 是很多女生追求的 但是有人就說我臉這樣子微微紅紅的 像是我喝酒之後臉會微微紅紅的 或者是我運動完之後臉會微微紅紅的 我感覺應該是我的代謝好 所以我臉上會這樣紅紅的 沒有錯 很多人都覺得臉上紅紅的 就覺得它是紅光滿面 第一個感覺就是覺得你身體的狀況很好 但是其實不是 有時候紅光滿面 搞不好是你的血量很高 又會怎麼樣 所以今天就要教大家 怎樣從臉色來看的疾病 是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臉紅紅 一般會想到可能你是害羞 但沒有想到這個館長網紅 這位網紅他非常的知名 他除了是網紅之外 他的臉常常在講話的時候 講到激動出臉會紅紅的 然後最近他就跑去檢查發現 其實身體有一些狀況 智惟哥 對 因為現在的網紅都要在直播的時候 跟大家講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 是這樣 因為鳳梨說他喉嚨有問題 那館長就說他其實身體健康也出現問題 你會覺得很好奇 他練得那麼壯對不對 感覺上應該不太可能 怎麼會這樣子 結果他說他去驗血 他發現他是糖尿病的前障 就是他的血糖已經 他的血糖已經高到一個 瀕臨要糖尿病的那個狀況 所以他一定要控制血糖 其實你可以從他的飲食習慣 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為了要養出他強大的肌肉 他一餐 三到四小時就要吃一餐 天秤在補充蛋白質 對 而且他半夜還要起來補吃宵夜 你知道什麼叫半夜起床補吃宵夜 訂到鐘是不是 兩點了 真的假的 睡著了 然後突然醒來應該要吃東西了 他說他最高的紀律是半夜起床起來 吃一鍋的咖哩飯 我們半夜起來吃一碗已經不得了 他吃一鍋 那你知道就是說醫生就跟他講說 其實你這樣子應該要開始注意你的飲食 不要為了要練肌肉 要讓自己很有肌肉看起來很壯 而這樣子拚命的吃 因為你這樣子反而會導致你的身體健康出問題 因為你看他三到小時吃一餐 然後睡覺爬起來又吃 他的肝臟腎臟都還來不及休息代謝 就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 很可怕 所以他說他要減肥要減重 可是你知道他的減肥餐的份量 相當正常成年人的四倍 四倍 兩樣蔬菜 帶白奶 帶皮肥肉 鮭魚 牛排 糙米飯 你可以想像 觀眾朋友 他光減肥餐就這樣 就是我們的四倍 對 你可以想像說 如果他正常的吃是怎麼樣 對啊 很意外 其實他這樣子吃到底會怎麼樣 而且聽說館長為他練出一身的肌肉 還有使用生長激素 對 他這樣子使用這樣子吃 到底對他有什麼危害 生長激素是為了他的肌肉 但是生長激素相對給他 我們胰島素的受體的抗性產生出來 所以相對來講 最大的影響還是肝膽疑 腎臟也有影響 肝膽疑我們叫消化三兄弟 肝臟的話當然脂肪肝進來了 而且他又不休息 半夜還爬起來 肝臟的操勞 再來膽的話 因為膽子在膽管裡面 膽子的膽管又跟胰臟 胰臟的胰臟 匯合到舌脂肪 所以高油脂的 當然脂肪肝以後 膽子的分泌有可能膽道的受阻 阻塞 再來胰臟又因為脂肪過量 也有可能造成胰臟炎 所以他的肝膽與三兄弟 是連帶關係的 又肝膽又相照 所以對館長這樣的做法 為了肌肉 為了要很快速 當然就會受損到這些內臟的器官 對啊 因為他很怕 他為什麼要半夜起來吃宵夜 因為他很怕他半夜肚子餓的時候 血糖降低的時候 分解他的肌肉來補他的血糖 所以他怕血糖掉下來 所以半夜還起來吃東西 你看 剛才謝師講的 你東西吃進來到胃 再到小腸 這時候消化液都要一直進來 對 都要一直進來 等於那一道器官一直拼命的在做工 哪有時間休息 我們正常人一餐三餐時間 可能隔六到七個小時 你至少有一定的時間休息 他連半夜都不讓他休息 猛操啊 我們一般人都會覺得說 我們臉色紅通通 因為會感覺氣色很好 感覺很健康 但是你看館長的臉 他也是微微的偏紅 其實我們從臉的顏色 也可以看出我們內臟是出了一些問題 其實老祖宗的智慧 那其實中醫裡面有個望診 望診就是看我們的氣色 而來判斷他的一個疾病 那其實我們在中醫裡面 有談到的五星 木火土金水對應五色 青刺黃白 對應乾心皮膚五臟 那如果說我們的臉色 是出現黃中帶暗粒 黃中帶暗粒 但是他的眼睛又不是 又是說不是白的話 有帶點黃的話 那通常是乾不好 太腦袋 所以是屬於肝膽的部分 那如果說是紅色的 排除剛才維如講的 是喝酒紅紅的臉 那是代謝不好 平常就是說臉色偏紅 那是屬於心血管的級別 高血壓的人就會這樣 對 像高血壓也是會有這個問題 那另外就是說像 我們臉色如果說是黃黃的 那突然說因為他有的人 喜歡吃像香蕉 或者是像木瓜之類的 這種複色的改變 那這種的話 臉色帶一點微黃 但是他的眼白是白的 那這個都是脾胃功能不好 那如果是臉色偏白 那是跟我們的呼吸系統不好 或者說皮膚變得比較粗糙 乾燥都屬於肺精的問題 氣管不好的問題 那如果是黑色的部分 那就跟腎氣不好有關 對啊 像我們在想說 你肺不好的話 你可能血液當中 氧氣濃度可能沒那麼高 所以臉色可能沒那麼紅 但是我們最重要是這個 他都覺得臉色紅潤很棒 小心你是高血壓好不好 其實像管達這樣子 特別是他說三、四小時吃一餐 我們最強常講的就是 晚上 他晚上這樣子吃 到底對身體有什麼危害 實際上我們身體 全身器官的運作 都是所謂的生理時鐘 那當然消化系統也是不例外 那就消化系統來講 白天是他的功能 要旺盛的時候 活躍的時候 晚上其實要休息一下 像館長這種三到四個小時就吃一餐 然後半夜又要再起來吃一餐 這不得了 把胃腸的炒到炒壞掉了 而且在晚上的時候 胃腸功能是比較弱一點 那這個時候蠕動也變慢 然後消化液分泌也比較少 這時候你給他吃一個大餐下去 哇 常常就會消化不良 一肚子氣 另外有些很多研究有顯示 就是說你半夜起來吃這種大餐的人 他這個常常他比這種沒有吃這種大餐的人來講 他的這個糖尿病的發生率 還有這個血脂肪升高的比率 還有肥胖的比率 還有脂肪肝的比率 都比一般人要來的高 好像跟吃東西的時間也有關係 因為那時候人體的活動 本來就會比較慢一點點 你又灌了那麼多熱量下去 一方面就是說他們常吃的比一般人多 然後有些人就運動不像館長那麼多 所以這些人他常常 吃的比用得多 那多餘的這些烤肉的人就會囤積在 這個小腹啊 屁屁啊 肝臟啊 就引起一些肥胖的問題 那另外還值得注意的就是說 這些人晚上吃的話 因為消化不是很好 因為胃腸蠕動又慢 所以他的肚腸會脹氣 一脹氣以後常會影響到睡眠 所以第二天早上起來呢 可能就會比較焦躁一點 那也比較容易有一些憂鬱的情形 也會影響到心理的問題 不過說也不是說宵夜都不能吃 像一些在生長發育中的這些 國中生啊 高中生啊 他們有時候晚上 真的很餓 真的很餓 你這樣說 你不能吃宵夜真的很殘忍 實際上是可以吃一些比較清淡簡單的食物 像什麼溫牛奶啦 這個無糖的豆漿啦 或一個茶葉蛋啦 或一根香蕉 其實也不錯 一方面補充能量 那一方面這個牛奶裡面有所謂的色胺酸 這個可以幫助睡眠 所以一舉兩得 對啦 但是大部分人還是不會像觀眾朋友一樣 至少不要訂鬧鐘起來吃東西 好不好 睡覺就好好睡好不好 是 對 因為我們每個人還是希望自己有好的氣色嘛 但是好的氣色其實按穴道也是可以增加的 是這樣嗎 宗醫師 對 那我們會看他的一個臉色啦 對 它如果說是臉色帶就是跟乾淨有關的 對 那這個我們常用的穴道叫做 太沖穴 它是乾淨的穴道 在哪裡呢 來 就在這裡 就是我們的腳 腳第一指跟第二指中間的一個縫 你是滑上去要摸到骨頭嗎 往當摸到骨頭的位置 這是太沖穴 但是這個穴道如果說是臉色是清的話 我們要用穴器的方法 穴器 如果是針灸的話就要強刺激啦 或者是稍微給它放血 那如果說我們自己按的話呢 可能要用力一點 刺激量要多一點 那跟呼吸有沒有關係 有人說什麼吸氣案還是吐氣案 這個是沒有換機的 沒有關係 這個主要是在 就是一直壓就對了 拼命壓就對了 對 那第二個穴道就是我們的勞工穴 勞工穴是辛鮑菌的穴道 來 我們有時候去夏威夷的時候 你就會這個一個 阿羅漢 阿羅漢 就是我們中指尖到達的位置 就是我們勞工穴 那勞工穴呢 這個穴道也是說像我們臉色同紅 血壓升高的人 平常是可以給他放血 所以你說勞工穴可以降血壓是不是 對 可以把他跳一下用針 稍微跳一下給他放血 那刺激量比較大一點 那第三個就是 就是脾胃的穴道 脾胃的穴道就是我們的 守山里的穴道 來 守山里的穴道 其實我們要講竹山里 還有守山里喔 守山里跟竹山里 都可以調節脾胃的功能 那加起來就六里了 因為守山里會更麻煩 對 就是我們的曲褶穴 齒折穴中間 往前大概三個指腹的位置 三個指腹的位置 在哪裡 怎麼點 就我們的手肘 在這裡 手肘呢 我們用 手肘的這個內側 對 內側 很溫頭 我們用三個指腹 我們叫做兩吋的位置 叫做守山里的位置 它是可以調節脾胃的功能 那當然竹山里呢 它本身是比較補養 但是我守山里 是一個比較穴漆的方法 所以脾胃不好的人 可以長壓這裡 臉色就不會這麼黃 這個臉色如果是屬於 比較偏黃黃的 但是它眼白是白的 所以半夜起來 要吃蕭蕭 要先壓一壓守山里 壓脾胃壓褲 這個就是脾胃的戲啦 幫助效果 第三個就是 甘心脾肺 肺部 肺部就是肺筋 就是我們的 所謂的這個核骨穴 對 核骨穴 大家知道這個地方 核骨穴就是我們 平常講的 對 拇指跟食指L型的交叉點 拇指跟食指L型的交叉點的位置 那基本上用穴器的方法 就是刺激量強一點 那如果臉色是偏黑的話 這個就用太膚穴 太膚穴在哪裡呢 就是在我們 我們的內懷跟我們後根線 阿西里肌腱的中間的位置 但是這個我們要補咬 因為當臉色是變成暗黑的時候 這個屬於腎虛到極限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補的 如果可以用 揪法的話那更棒 OK 所以我們學到介紹給大家 讓你的臉色會很好看的紅潤 而不是不健康的紅潤好不好 另外現在吃播很盛行 可是有一些吃播的網友 他竟然吃到 猝死跟臉色發白 到底怎麼回事呢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 現在直播真的非常的盛頂 像是我很愛看直播 除了買東西之外 我最愛看的就是吃播 為什麼看起來很療癒是不是 當然啦 因為我平常沒辦法吃這麼多東西 你看那個直播主在吃的時候 你就覺得感覺自己在吃 所以吃下去就是一個身心舒緩的感覺 但相對的這些直播主 其實也吃出了一些健康的問題 這一個是這樣子的 對 尤其你如果看到 在這個對岸的大陸 其實他們非常盛行吃播 而且他們的吃播 這是想不到主題是不是 知道吃播嗎 可是很多本色 可是真的很好看 然後特別是在抖音上面 像這個泡泡龍它很紅 它的它吃播 就是它可以一整隻的龍蝦這樣吃下去 全部吃進去 對 然後而且吃是這樣 你就看它吃吃的很過癮這樣 可是你知道它也吃出毛病 吃出問題 你知道它在3月5號的時候猝死 它160公斤 那它的粉絲 這個抖音上面的粉絲 有200多萬人去follow它 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為了要爭取這些粉絲的目光 告訴大家這東西有多好吃 它的好朋友說 它猝死之前 其實它都不願意讓人家知道 其實你看到它拍那些影片 那個龍蝦它不知道已經吃多少隻了 因為它要呈現最好的話 還會NG是不是 對 會NG的 它是第二支第三支 因為如果觀眾朋友你有去看過那樣的影片 它其實都要搭配一些音樂 然後還有一些小小劇情 吃那個西瓜 整個馬上吃完 你看它吃一個接一個 你會覺得太high了 尤其是它在它猝死之前 很多粉絲都發現說 它的臉上出現黑斑 黑斑 像這樣子 哇 真的 對 有一個很大片的黑斑 還有一個摔倒 對 那因為你知道嗎 它就是常常為了觀眾 報飲報食 要吃給你們看 那也包括說 它都是吃高油高鹽 然後這個高脂的 對 所以你看它的體重最高 來到160公斤 是 那沒有想到最後 它卻猝死了 那猝死的原因其實可想而知 一定跟它的飲食有關係 對 那除了它之外呢 另外一個也是呢 一個這個大衛王的網紅 叫恩客 它的粉絲比這個泡泡龍還多 它有五百萬是它的兩倍 哇 你知道嗎 它可以直播 江醫師你知道 它吃東西吃到一半睡著了 蛤 在直播的過程當中 昏睡 四歲的狀況 它是睡著 而且是突然之間的睡著 那本來大家都以為是在做效果 做效果 摇還摇不行 對 重點是 它的臉上跟泡泡龍一樣 也出現了黑斑 比較暗沉一點點 對 所以 它直播前面都還在賣力的講 這邊在睡覺了 對 而且它不是第一次 它很長 臉上一樣發黑 出現黑斑 尤其是它很常吃肉 OK 對 因為那個泡泡龍還會吃點水果蔬菜 它都是在吃肉 大魚大肉 所以謝醫師 這很怪 為什麼它吃東西吃到一半 會想睡覺 到底怎麼回事 是 我剛剛本來也想睡覺 後來說到手三里跟足三里有六里 壓壓了 我就醒過來 很痛 對 就是說 就是說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在這樣的一個 有三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它的這個 快速的胰島素增加 第二個就是在護膠感神經 因為我們人體在腸胃蠕動 是護膠感神經 第三個食益素的分泌下降 那你半夜耗費這麼多的能量 在做這樣的消化工作 當然會想要睡覺 另外一個它突然撥到一半 它想睡 是因為大量的食物進去 那胰島素快速的增加 這個時候血糖先飆高 後來胰島素起來的時候 血糖又下降 血糖下降之後 導致你腦的神經細胞的活動 也會減低 所以有時候就這樣頓頓的就睡著了 又有人從血液流到的肚子 事實上這個猝死的原因 我們來分析一下 第一個 你半夜吃蛋糕一樣 半夜吃這麼高油脂 小龍蝦也好 其實這麼高油脂 血液的粘稠度增加了 因為三三蓋藥紙直接就上去了 對 還有一個是環氏脂肪 還有精緻澱粉 那甚至高油脂 這些東西血液年初一增加之後 留不動了 再來它又一直久坐不動 再來它又在直播的時候 在做實播的時候那個激動性 所以事實上 反而造成心臟血管的負荷 心肌梗塞有可能產生 或是心缺血 心腳痛都有可能發生 所以事實上除了胃食道利用以外 心血管疾病是最大的考驗 對啊像它猝死其實大部分都是心血管疾病 像昏睡其實很常見 很多人吃完飯都會想 你吃飽飯也會想睡覺 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 你吃飽飯之後你的血液都在哪裡 胃 胃裡面啊 那你的腦會不會血液會變比較少 一定會嘛 而且你知道嗎 消耗液的分泌主要是靠我們的腹膠感神奇 腹膠感神奇大家都知道是讓大家放鬆的 所以吃完飯想睡就去睡 沒有啦 真的會很想睡啦 所以今天要是告訴我們不要吃太飽了 其實我們常常看到日本有一些大胃王的節目 哇他吃的真的有多誇張喔 我都覺得他胃會不會爆掉欸 許醫師胃真的可以這樣吃嗎 一般人在空腹的時候 他的胃容量差不多是100cc 那如果說吃飽以後呢 大概就差不多1125cc左右 10倍啊 對對對 那如果說吃飽你要225cc吃下去 那你的胃可以增大到2250cc到3375cc 32-30倍了 對對對 但是呢它還是有個極限 是 差不多是4000cc 4000cc 如果到4000cc你可能覺得要爆炸 然後呢 你很容易就引起劇烈的一個嘔吐 嘔吐的話呢就會傷到這個噴門啊 食道啊 有時候一下食物卡到這個咽喉 這個有時候就會怎麼樣阻塞 所以有一點像你手上這個氣球呢 平常沒有吃的時候是這樣 對 小鳥味 你吃到飽可能就撐成這樣子喔 這也不大欸 這也不大 對啊 可是這樣230倍 皮蛋的胃是比這個大一些 可是我平常吃的東西都比那個多欸 對啊 那其實像大胃王大家可能羨慕 但是我們當黑白餓 其實他們都有訓練過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日本有一位很有名的這個女的大胃王 就是木下幼香 她很能吃 那這個石敬秀的節目有一次就邀請她 還有一個一般的女子一起去吃這個 100個這個大壽司 100罐喔 100罐大壽司 對 然後呢 這個一般的女孩子吃到第11罐的時候 就很飽了 撞不到 她說我寧願去死也不要再給我吃 真的啊 剛剛吃美食剛開始很舒服 之後來就真的想吐好不好 那個時候那個 我們這木下妹妹還是快樂的 一直拿著筷子一隻夾 吃了100罐 結果她花了50分鐘 吃了100罐 是 然後呢 那個石敬秀的節目特別就 拍她的胃 不得了 你看 從這邊一直長大到這邊 各位 這是骨盆腔喔 這已經到骨盆腔了 是這樣子喔 是從這邊一直長大到這邊 是這樣子喔 他們大胃王的胃的這種擴張性 是比一般人要多很多的 他們是練出來的喔 他們平常就要吃 常常要吃很多東西把胃撐大 可以啊 都要把胃撐大 所以他們胃撐的比較容易大 而且適應性會比較好 吃那麼東西她不會覺得很髒 是 那所以呢 一般人不能夠隨便這樣亂試 但是他們還要做到一點喔 這個就是 他們吃完以後一定要很認真的運動 要把這些脂肪都消耗掉 消耗掉以後 他的胃 這個內臟才不會很多的油脂在裡面 他參加比賽的時候 胃才可以有空間撐大 所以你告訴你 真的大胃王的話 一定是三散 不管男的女的 絕對 就是他吃之前還要暖身就對了 對 吃之後還要消化就對了 絕對要 一定要好好運動 也不是 所以跟我們 去運動不暖身會受傷 大胃王也要暖身 對 所以這算是一個職業 他的胃是變 66倍 而且剛才我們在講猝食對不對 我們是在講說他可能是吃太多 吸血管有毛病 事實上你直接吃太多 就可能會猝食 為什麼 剛才不是跟他講 吃完會想睡覺 因為你的血液都跑到胃裡面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真的吃很多 你血液裡面都跑到那個 你的肚子裡面的腦的血管 腦的血液從哪裡來 你的心臟的血液從哪裡來 你的心臟的血液從哪裡來 那時候就會比較少 所以那時候當然會比較容易猝食 那時候就很容易去中風 而且你吃很飽的時候 你很恐怖不讓人動 你的呼吸就會有困難 所以吃很飽會撐死 這句話不是騙人的 所以這些大胃王他們在吃播的時候 臉色發黑 其實也是內臟出了一些問題 是不是 臉色發黑屬於腎的問題 那如果說是臉色會在中醫的診斷裡面 是屬於內分密疾病 或者是生殖系統的疾病 就是腎氣不好 但是還有一種叫做代謝 代謝的疾病 所以這些吃播主 應該是代謝的出的問題 就像剛才那個謝院長所講的 就是因為這個檔固醇 血脂肪瞬間跟血糖瞬間飽卡 太肥胖就是代謝就是問題 血糖的一個代謝可能出的問題 那其實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當然我們是有可以推薦 其實我們在糖尿病的人 那我們是 或者預防這種代謝的問題 我們有一個叫做拔拉葉 拔拉葉 是巴勒的那個拔拉 聽起來是喝起來好像拉肚子的感覺 不是 不會拉肚子 除了這個之外 在中藥裡面 或是我們民俗裡面 有一種叫做山苦瓜 對於這種代謝都很好 這杯巴勒葉真的很巴勒耶 巴勒的味道 巴勒的味道超濃的 很像巴勒乾的味道 是巴勒的味道 口感還不錯 不過我是推薦還可以加點蜂蜜 因為口感會更好 但是很多人認為說 我這個既然有糖尿病來代謝的問題 就不要吃糖 其實這個是錯的 其實我們糖尿病的人最怕什麼 最怕暴飲暴食 對 瞬間吃進去太多東西 有時候是怕血糖的波動 波動太快了 但是適量的攝取 糖類或者蜂蜜 其實不用太多 不只是做調味的方式 所以可以加一點點就夠 對 我很好奇 這個巴勒葉的茶 可以怎樣喝 要一天喝多少量 一般我們可以用 八到十葉 八到十葉 差不多 這樣的一個量 這個量 八到十葉 對 一天的量 它是可以當水這樣喝嗎 五百CC的水把它煮一煮 就放冷 一天大概喝個五百就夠了 對 冷的好喝 熱的好喝 不溫不涼 不好喝 要嘛就冷一點 要嘛就熱一點 吃不不好喝 如果有熱的或冷的 冬天喝熱的 夏天喝冰的 所以隨時補充都是OK的 除了靠巴勒葉來穩定我們血糖之外 雷主廚要來教我們一個 可以穩定我們血糖的料理囉 要能穩定血糖 平常就要選一些比較低GI的食物 就更能穩定我們的血糖 所以主廚今天準備這些食材 都是低生糖指數的 對 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今天要做的這道菜 是綠能量的輕醬通心麵 那其實我們在做這道菜 一樣是很簡單 就是說首先我們先把這個火源打開之後 加一點苦茶油在我們這個鍋子裡面 你要用莫里油苦茶油都可以 把它放進去之後 那接下來我們要放的是這個雞胸肉的部分 雞胸肉 當然這個膽固醇比較少 對 油脂也沒有太多 我們雞胸肉在切的時候有一個技巧 你不要把它切丁 它切稍微斜片有一種片狀 為什麼 這樣比較好咬嗎 比較好咬 然後熟成比較快 那嫩度會比較有 這樣會比較不容易切到手嗎 對 好像被發現了 好那我們現在 蒜頭的部分 我通常都會在第二次才會放 因為太早放下去的話 我覺得 你怕焦掉是不是 所以我都把它放在這個肉的上方 等一下再翻的時候 香味就會帶出來了 我發現我已經吸收你料理的技巧有九成了 對 厲害 我還沒有吸收到你開湯的技巧 不行 好我們現在把乾香菇把它放進去 香菇 放進去之後 那一樣拉在鍋子裡面 稍微停一下 好 停一下之後我們開始要做 好香喔 這個要做一個翻炒的一個動作 好 把它翻炒到有一點那個 等一下我們就是讓它有那個雞胸肉的部分 讓它有一點恰恰恰 微微的就好了 微的那種感覺就OK了 那我們現在可以開始轉小火 因為我們轉小火就是讓它整個雙面 讓它有稍微煎到之後 慢慢的燜它 對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打醬汁 所以我們先把它做一個炒香的一個動作 好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通心麵把它放進去 記得我們在水煮這個通心麵的時候 水一定要滾放一點鹽巴 放一點甘藍油 然後再把它放進去 你這個已經煮熟了是不是 要煮熟 要煮熟 其實通心麵的話要煮十幾分鐘 這麼難熟喔 它就是義大利麵嗎 對 對 把它放進去 我們一般炒麵都是黃麵白麵 很少人在炒通心麵的 只是你沒看過 真的假的 都在炒這個 都有 我比較中式一點 這是西餐料理 對 把它放進去 一樣去把它拌炒一下 稍微去把它翻一下 翻好之後 我們先把它放一點高湯下去 高湯 你這高湯是自己準備 第一個高湯是不是 放下去之後 開始慢慢去把它煮熟 然後在燉的同時 這個通心麵 會慢慢的把它煮入味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去做一些 青醬的一些配料 關小火 慢慢在裡面就OK 其實我在做青醬的部分 其實準備了很多配料 第一個 我準備了這個地瓜葉 地瓜葉 青醬裡面有地瓜葉 對 我們就做綠人一樣的青醬 我們就放地瓜葉 當然要一些纖維素是一定要的 是 對 把地瓜葉放進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放的是什麼 然後放九層糖或蘿蕉葉都可以 這味道提味了 對對對 把它放進去 那味道是因為很香 是 那接下來我們要放一點香菜 香菜 然後把香菜放進去 OK 你這樣很像鹽酥雞的配法 對 有點像喔 是 好那我們接下來把堅果東西 就是我們用了一些核桃 把它放進去 有的人會放松子 對 好的油脂 對 好那我們現在要放一點 胡椒 胡椒粉 好OK 然後把這個鹽巴 海鹽的部分放一點進去 是 把海鹽放進去 好 一般會加地瓜葉嗎 真正的青醬 以義大利這種菜來說 其實不太會 但是不好吃啊 然後你加一點 等一下你加到地瓜葉之後 你給它吃看看 就非常棒 這是改善口味的 對對對 然後把這個糖也放進去 之後呢 放了三顆蒜頭 蒜頭 然後放一點檸檬汁 好多喔 對檸檬汁把它放進去 這個調味還蠻複雜的 青醬其實不好做 對不然都會被你消到 也是啊 我剩六成 好OK 放一點藥油下去 把它放進去 放下去之後 去打是不是 那我們放一點起司粉 把它加進去 對那接下來 我們先把它蓋上杯蓋 蓋上杯蓋之後 再把它放 放到這個調理器上面去給它打 OK 放進去之後呢 我們開始把它轉 你沒有加水就直接打 對不用加水 不用加水 我們加油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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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等於整個全部都是油 對啊 用油打出來的青醬汁喔 好特別喔 對 那裡面喔 是 其實很快就打好了 對 而且地瓜葉跟九層塔都不需要先燙過 不需要 不需要燙過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經過一些烹煮嘛 我們把這個醬料的打好之後呢 就這麼簡單 把它打好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把這個醬料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 對 那當然我們在煮的同時 一樣 那時候有一點收汁的感 那種收汁一下 我們要把這個 通心粉的部分呢 把它翻到 是 有一點那個 拜熟啦 有點像收汁那種感覺 那接下來我們剛剛 打這個青醬的部分呢 倒進去 就把它倒進去 OK 像我們這樣的份量 夠了 我們就把它倒進去 倒進去之後 稍微把它燉一下 稍微燉一下 燉一下之後呢 那味道呢 更加沉一點 現在我們常常講說 很多那個要控制血糖 我們常常講說 D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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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原則到底是什麼 好 第一個有三要三不要 打三要 其實我們的雷神主廚 已經有掌握這個原則 他要控制那個DGI 對 DGI是在55 增長指數 那剛剛通緝面是47 如果蕎麥面是54 藝米古類都在50到57 所以是髒到的還是真的知道 真的知道 真的知道 OK 好 他很多天然食材 就是有纖維量高 OK 再來他腫熱量也有控制 其實這個煮起來看的時候 又燉的 另外三 這個最重要的就是 不可以有油炸的 看看有沒有勾芡 再來他沒有加工食品 三不要 OK 這個就是我們要掌握這樣的原則 才能夠把血糖控制得好 不然的話會產生一些 多移出來的熱量肉高 產生的這個糖尿病 OK 好 我們準備要給它起鍋了 好香喔 對 就是把這個醬汁的部分 慢慢的收收收收 收進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要給它 開始來給它盛盤了 OK 開始來給它盛盤 好 來 所以我們這一道DJI料理就完成囉 完成囉 這道綠人釀青醬燉通心麵 以香菜地瓜葉製成的特調青醬 搭配Q彈又低卡的通心粉 清爽美味不油膩 想穩定血糖 這樣吃最健康喔 很多人因為工作的關係 常常會暴飲暴食 因為要維持身材 甚至跑去催吐 對啊 小心喔 這正在傷害你的消化道喔 我們廣告最後回來告訴你 現在的吃播網紅除了有廣大的粉絲之外 其實我還蠻羨慕他們的 為什麼 他們很奇怪 食量那麼大 但身材都不會變喔 都還是一直瘦瘦的喔 像是我身後這位網紅王露露 他只有40公斤 可能他胃可是非常大非常能吃 世維哥他的健康有問題嗎 對啊 因為我覺得就是老天爺不可能讓你 對你這麼好嘛 怎麼可能又漂亮又瘦又可以吃很多 又瘦又可以吃很多 靠吃還可以賺錢 對 我跟你講喔 這個露露他自己有講 他其實呢 從小就很會吃 可是就是吃不胖 很會吃啊 對 很會吃吃不胖的人 就是他的體質的關係 那他因為跟這個三元 一個YouTuber他們合作 然後就是什麼 五千塊吃夜市爆紅 因為他吃很多 然後大家都吃到快吐了 夜市吃掉五千塊很厲害 對 但是他吃完還覺得 我沒有飽的感覺 還不飽 他那個影片在網路上 已經有378萬次的點閱 他是因為這樣串紅 後來才發現說 那我乾脆也來做YouTuber 我就做吃播 那他第一支影片幹嘛呢 挑戰吃7盎司的牛排 一個小女生瘦瘦40公斤這樣吃 可是你知道嗎 他當YouTuber不到一年喔 他的問題都來了 你知道他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剛剛看到了兩個胖胖的很會吃 好像很應該嘛 結果那個吃到心血管疾病 猝死欸 那他的狀況是怎樣呢 因為他呢 沒有狼吞虎咽 他都是細嚼慢咽 慢慢吃慢慢吃 可是你知道嗎 他已經吃到他的那個下餓 就是我們講說 我們的下巴這邊有肌肉 要咬東西啊 對 他咀嚼 那其實腫大 然後還有就是說 他吃到牙齒的神經都出問題 然後他去看牙醫的時候 牙醫就跟他說 你的牙齒是怎樣使用 怎麼會用成這個樣子 他幾乎是全口牙要重新 重建喔 那醫生還跟他說 如果你要我治你 請你停掉大胃網的工作 要不然你再這樣吃下去 不是只有你的耳下餓的肌肉啊 或咀嚼肌的問題 牙齒的問題 其實他還有貧血的問題 那我不曉得怎樣吃 吃到會貧血啊 他自己有講說 他有這樣的毛病 所以他後來決定 不要做大胃網 他要健康啊 他做小胃網 沒有他去 他喝茶 喝茶 對 那你知道說 其實在演藝圈 我們看到很多女藝人 他們為了要維持他們的身材 對 其實都有很多 讓你意想不到的減肥 或是瘦身的方法 是 那當然就是已經 這個過世的羅傑羅佩 他的瘦身方法 他就是吃 他就馬上吹吐 他其實已經吃得很養生 都不太吃肉了 可是他即便吃素 吃到肚子裡面會脹的時候 他就去把它吹 就是有時候忍不住想要吃一點點 吃下去又把它吐出來 對 又要吐出來 所以你知道他這樣子吐 其實你知道那個胃酸 可能一併吐出來 那個是很傷他的食道 很傷你的牙齒 牙齒的房子 被胃酸這樣一進都壞掉 也是 對 那除了他之外呢 葉倩文 早期的香港女歌手 他的方法也很妙 但其實這個方法我也有試過 真的假的 他是拿一個管子 就是從你的 就好像我們要照大腸鏡一樣 那那個呢 就是有大概十年前 很流行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 他從你的肛門注入水 注入一些 應該是生理食鹽水之類的 然後去號稱可以排你的宿便 那就是 因為那個會很強烈的刺激 你的腸胃的蠕動 對 那就是一邊沖 一邊就看到那個便便流出來 對 他是用這樣子的方法 所以我們看到葉倩文都很瘦 是 接下來這個呢 同樣是姓葉 葉玉清 就是葉玉清 我們過去的性感女生 他的方法我覺得太可怕了 他居然是在 他吃回蟲 哇 他吃回蟲到他的肚子裡面 讓回蟲去把他自己的食物 全部吃掉 可是你要知道回蟲是會亂跑的 對啊 跑到腦去怎麼辦呢 所以我覺得 這個 這三種方法其實 都對太極端 真的千萬不要學 對啊 一般回蟲吃下去你知道跑哪裡嗎 跑哪裡 吃到腸子裡面 他先跑到肝 因為我們營養分先送到肝 肝 肝臟的血液灌回去哪裡 會灌到心臟 心臟再跑到肺 所以我們之前曾經有個病人 因為喘喔 來照X光 結果發現他的蟲跑到肺 不到裡面去 真的喔 所以那個大胃王到底是怎樣 造成他們餵食道變得那麼嚴重 是 我想就是說大家要注意一下 吹吐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好的習慣 常常會引起說 無法挽回的一個嚴重的餵食道逆流 我以前就有一個病人 她是一個酒店的女公官 每天都要喝酒 對啊 又不能喝醉 然後她的心口 她是灰瀉心啦 還有喉嚨痛來看 然後我就跟她坐胃鏡 發現哇食道這邊七條 好長的潰瘍 有非常嚴重的餵食道逆流 就問起來主要是想 每次常常喝酒都吹吐引起來的 這邊要特別說明一下 我們這個胃汗食道交接的地方 外面有橫隔膜 它是整個把這個食道下面給它掐住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吃了東西以後吹吐的話 這個胃就一直 一直撞擊 就會把這個橫隔膜洞給撐開來 然後整個胃會跑上去 那就掐不住了 那就糟糕了 就鬆掉了 對 胃酸就一直逆流 所以這個胃食道內 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所以千萬吹吐 有些刷牙以前吹吐 那也是很不好的 也是不好的 對啊 那另外還有 我們讓我們的胃肠標 胃食道內還是很重要 就是我們這個 我們下食道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自動門 這個偉大的自動門 就是下食道的擴躍器 在這個地方它平常是關著 那食物到這邊它打開 東西掉下去以後 它馬上要關起來 因為它如果不關 它胃一收說胃食道就往上跑 對 那不過這個擴躍器的功能 實際上跟我們飲食和心情很有關係 我們如果喝咖啡 咖啡音就會讓它比較鬆弛 吃甜食 一些代謝一些荷爾蒙 它也會讓它鬆弛 那如果你心情比較焦慮 憂悶的時候 它也會鬆弛 所以我們要避免胃食道逆流 很重要的 這個飲食要注意 少喝咖啡 少吃甜的 它要有好心情 對 對 所以我都非常非常重要 我們每次講胃食道逆流 到底對我們人體有什麼壞處 除了灰球群之外 其實久了之後就是食道癌 對 就是食道癌 因為胃壁很厚 它可以承受得住胃酸 可是你的食道沒有那麼厚的黏膜細胞 被胃壁這樣一侵蝕就完蛋了 所以謝醫師我們到底要怎樣吃才可以避免胃食道逆流 是胃食道逆流有七項容易產生的要避諱 第一個就是巧克力 碳酸飲料 還有奶油油炸 還有起司蛋糕 最後一個就是要來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我們肥肉也容易產生 因為剛剛許醫師有提到 這些沒辦法消化的就會產生 本胃比較脹 吃的東西胃會比較脹 對 比較脹 那三好三壞是一個保衛戰的概念 好就是新鮮的蔬果 還有高鮮的食物 還有包括生海鮮魚 那三壞當然就是高油脂 高熱量跟高果糖 這些都是會產生我們三高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要避免胃食道逆流 除了不要吃太多之外 其實食物也是要慎選 對 沒錯 但是有的時候就會不小心就會有胃食道逆流 通常這個時候我們可能會吃一些藥品 但其實有一些藥材可以幫助我們 餵食道逆流做緩和的動作 是這樣嗎 陳醫師 其實在中藥裡面 在中醫裡面其實 餵食道逆流是一個 常常遇到的一個疾病 但是在公會裡面 中醫師公會裡面 之前做一個主題 火燒心看中醫 真有效 網路上有看到這個紅布條 其實這個火燒心看中醫 餵食道逆流看中醫還蠻有效 不能看西醫 曾經有一位米其林餐廳 大三元的董事長 這個女士 曾經就是出來見證說 吃了中藥以後 餵食道逆流是有效 那其實我們在中醫裡面 有一個有名的藥方叫做烏背傘 烏就是烏賊谷 海飄銷 烏賊中間那個魚的骨頭 透明的那一個 那一個不是都會拉掉嗎 那不能吃吧 對 不能吃 但是我們幫它燒斷油 就是燒了以後 它脆掉以後 我們把它磨整粉 因為裡面就很多的碳酸鈣 還有貝母加在叫做烏背傘 這個是很有效的 另外像那個白吉 或者川貝都可以保護胃黏膜 這個是我們中藥的一個應用 但是這種中醫中藥在應用 治療胃酸胃食道逆流的 有一個藥叫做 這個叫做半下謝心湯 它主要是 針對肝胃不合所影響 但是如果說是上班族的話 屬於脾胃功能 乾脾育氣的話 這個是我們有一個叫做 柴湖清乾湯 它也可以治療 但是如果說是這樣 董事長型的 這個所謂的飲食機制 我常常大魚到肉吃太多了 這種我們有一個叫做飽和丸 這個飽和丸 這個飽和丸就有點像了 那個西奧裡面的 Gas Coat 這也會 膠漲氣的 那另外如果是老人家 這個脾胃比較虛寒 脾胃虛寒 而且內阻的 就是脾胃絲寒內阻的 這個我們就用香沙六斤子湯 聽起來好像許醫師的工作 受到極大的挑戰 對 要看中醫 好像每一種你都可以醫 那你今天帶來的差飲是什麼 那今天的差飲就是 這個叫做醬膩護胃茶 醬膩護胃茶 這個茶苦中帶甘 不像剛剛那個芭樂那麼好喝 那含什麼東西 它裡面主要是有木香 蔬甘結液 那個玉金也是讓我們的心情變好 那另外是玫瑰花 剛剛許醫師有講到 心情好壞很重要 對 所以玫瑰花除了喝之外 你可以看了 看了以後心情就變好 這個我們各用兩千兩千 兩千大概七顆八顆左右 不過因為它有玫瑰花的關係 我覺得有點苦 對 苦中帶甘 是還蠻好喝的 當然我們是可以 加一點這個像蜂蜜 所以飯後就可以飲用了 這個飯前後都可以 飯前後都可以 這個是幫我們顧我們的腸胃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知道 餵食道膩頭是因為你飲食習慣不良 或是吃到不好的食物才造成的 我們廣告之後就教你做一道 和風料理 顧你的腸胃 因為我們講到顧味的食材 就是比較有多黏液的東西 像是秋葵 但是主廚今天帶來這個 護衛的料理不一樣喔 是屬於日式的 對 那當然我也用護衛的一些東西 是用山藥 山藥 有黏液的東西 所以我今天帶來這一道是和風薑汁燒鯉魚 所以比較日式一點 那首先呢一樣 我在鍋子裡面 我先放了一些酪梨油的部分 酪梨油啊 放進去 對 把酪梨油放進去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放的是洋蔥絲 洋蔥絲 先爆香 先把它炒香 先把它炒香 因為如果沒有很高溫的話 通常都是用炒的 把它炒香之後 接下來我放一些蒜頭片下去 把它放進去 讓它在鍋子裡面稍微 滅一下 就是讓它開始微微的加熱 讓它香氣 有一些味道 對 讓它香氣上來 你的蒜頭通常都比較早加 就是我通常都是蒜頭會第二 第二個東西加進去 對 因為第一個太早加的話 其實味道就很容易變普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要放的是紅蘿蔔絲 把它切細細的 然後把它放進去 在這個鍋子裡面 都在冷鍋的狀態下就可以 對啊 要把它拌開啊 把它拌得你濃我濃的這樣子 好不好 對 就把它這樣子 你剛才是在講成語是不是 對啊 我沒有被習慣 我沒有被習慣是不是 OK好 把它拌開啦 把它拌得這樣子均勻一點 溫度也上來 對 當然溫度上來 聽到滋滋作響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鯛魚 就可以下下去了 其實就可以下下去 那其實我鯛魚 我就是用一般的一種 去皮的那種台灣鯛 其實鯛魚都滿好吃的 我們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呢 讓它稍微把它打開一下 稍微悶一下 對 這一次 剛才師傅特地有強調他做 叫做和風料理 是 為什麼和風料理可以骨味 我也很喜歡吃日式料理 就是第一個它的多樣化 有時候食材就十幾種 第二個它不油膩 不油膩 再來沒有濃湯 我想這三大理由 讓日式料理 比較不會餵食到膩 另外一個你看那個薑絲 蘿蔔絲 還有包括魚肉 還有包括這些山藥 其實本身就有消化酵素 就具有消化食材 OK 反過來比較要小心的就是 剩一片不要吃太多 對 不要太多龍茶 烈酒 辣椒 它沒有食用 那個就比較不利 比較會產生胃食到膩 是 所以日式料理非常好的水分 清淡又本身含酵素 是 我現在把山藥放進去 山藥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我接下來要放的第一個 我首先要放的是米酒的部分 米酒 米酒把它放進去 對 把它提味用 第二個我要放的是薑末的部分 因為我們剛才是薑汁 所以我們把薑末把它刮下去 薑末放進去之後 接下來我就要開始放這個 醬汁的部分 醬汁的部分 我就用這個昆布醬油的部分 昆布醬油 慢慢的 就放進去了 慢慢就給它做 有一點類似像微煮的那個動作 微煮的動作 因為其實日式料理 通常來講都會吃比較鹹甜 例如醬汁燒 還有薑汁燒牛肉 這個東西其實它裡面會加一點什麼 譬如說加糖 加味醂 味道都很重 很重 但是我今天用了一個東西 叫什麼 蘋果泥 天然的蘋果泥 對 蘋果泥我們其實在健康點節目 已經教大家很多次了 蘋果泥 把蘋果磨成你之後 做天然的糖 讓它稍微放氧化一下 黃黃的 會有天然焦糖色 你可以把它放好之後 放在冰塊的盒子裡 一個一個把它放了 隨時要用就可以拿出來 好聰明喔 對 可以把它拿出來 對 我不笨啦 對 算蠻聰明的 對 把它放進去之後 稍微在鍋子裡面 讓它微煮一下 再攪拌一下 稍微去把它翻一下 翻炒一下 其實從外觀看起來 還是有點像我們的壽喜燒的一樣 對 有點像薑汁壽喜燒那種顏色 稍微 因為其實 姜先生你可以到旁邊一點 真的喔 為什麼 你要開始翻鍋了對不對 因為我們這樣 酒精已經有燒了一段時間了 其實我已經聞到那個酒味 被你燻出來的感覺 是啊 我們這樣子 其實讓這個酒味 讓薑汁味 然後讓這個酒 因為我怕會說 等一下我們再搖一下 這樣火會上來 喔 那現在火會上來 其實也沒有關係 其實這樣非常OK啦 外面夜市在炒都這樣子 對 對 跟夜市不一樣 跟夜市不一樣 好 那接下來我們放一點木耳 木耳放進去 OK 木耳放進去之後 一樣開始在鍋子裡面 就把它翻炒一下 再稍微翻一下 對對對 那其實木耳在 木耳是熟的吧 是新鮮 新鮮的 發泡乾的發泡木耳 不用泡的 跟新鮮木耳 新鮮木耳的話 下去跟草青菜一樣 稍微炒一下 其實它就熟了 稍微炒就熟了 對 那如果乾的話 可能是稍微要時間 要停留久一點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蔥段放進去 這個季節的蔥 我們要跟觀眾講一下 就是說 這個季節的蔥 最好是把它放在鍋子裡面 稍微再煮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怕會有寄生蔥跟蔥管 真的喔 對 因為是怕蔥管裡面 會有那個寄生蔥 你又沒洗乾淨是不是 對 剛剛要洗乾淨 不是這個季節是他們繁殖的季節 對 我們還是要稍微洗一下 因為我去蔥次郎買蔥的時候 其實蔥籠都會跟你講 他就說蔥次郎太太都會跟你講 稍微把它翻一下 對 顏色就會很漂亮 不要生吃 這個季節也不要生吃 最好不要 那我們稍微收拾一下 開始這樣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那個湯汁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盛盤了 我們就可以盛盤了 要收到沒湯汁喔 稍微收到沒有湯汁一下 我以為可以怪在飯上面開飯 我也覺得不錯 其實他已經有一點點湯汁了 所以 一樣老話一句 就把它打個蛋下去 就可以變成丼飯 就變丼飯了 這樣其實這道菜就完成了 好 我們這一道固位料理就完成囉 這道和風薑汁燒鯛魚 將山藥鯛魚等豐富食材拌炒均勻後 加入蘋果泥帶出自然甜味 薑汁還能幫助促進消化 美味的日式護衛料理簡單就能上桌喔 其實我們現在想要請問一下 日常的飲食到底有哪些忌諱 我們就可以避免掉火燒清除 另外有的時候我們去一些吃到飽的餐廳 就真的很好吃嘛 不吃的話又覺得很了錢 然後要這麼多錢 我真的不小心吃很多肚子很脹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緊急解決的方法 緊急解決的時候 打打自己的屁股 下次不要吃那麼多 先打自己了 不要開玩笑 最好的還是就起來 不要再吃了 然後走一走 促進這個胃腸的蠕動 這樣會比較好 甚至肚子順著這個時鐘 歷時鐘這樣子多轉一轉 肚子超會蠕動 千萬不要去吹吐啦 那飲食上面有哪些禁忌啊 要注意的最重要就是少吃 CAPSF C就是英文裡面的 你講英文好我有點障礙 咖啡 A就是英文裡面 Ecco酒精 P的話就是英文的pepper 就是辣太刺激了 S就是甜食 Sweet F就是油膩的東西 Fatm 這五大類輸壓 Fatm S 其實像我們知道咖啡 就好像剛剛許醫師講的 會放鬆過月機嘛 對 酒精的話除了會刺激 那個腸胃道分泌 胃酸 它本身胃對聯盟也是一種刺激 是 辣椒不用講太刺激了 辣椒太刺激了 甜食會刺激胃酸大量的分泌 油膩的東西會造成胃脹 這些東西都會促成胃食道逆流 雖然很多人都在做一些吃播的節目 但是真的告訴大家 大吃大喝對你的身體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好 真的有可能會造成真實 絕對不是在危言聳聽 希望大家都能截至之前的飲食 同時升糖指數一定要看好 我們健康靈 下次見 拜拜 拜託